加沙他不敢管 联合国却想要去阿富汗调事 大家好,我是卢中成 这一次的巴以冲突 可以说彻底撕开了西方世界的最后一次伪装 让全世界都看到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的真相 而联合国的软弱也同样是让世界汗颜 然而联合国却被美国当枪使 放着加沙死活不敢管 却想去阿富汗调事了 这一次我们中国罕见的拉下了脸 警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按照联合国方面的报告显示 联合国安理会方面突然拿阿富汗的独立问题进行评估决议 并认为应当安排任命一位阿富汗特使来深度调查此事 这一行为引起了我们中国的强烈不满 中国这边说话也非常直白了 我们希望秘书长慎重处理任命特使的问题 阿富汗问题的真正解决最终要靠阿富汗人民自己 强行任命特使只会加剧阿富汗的矛盾和对立 这段话其实已经完完全全的 是在警告他联合国秘书长了 你要是不体面就别怪我们其他人帮你体面了 这在过往的几年里还是非常罕见的 不过说句不好听的 在小国眼里他才是秘书长 在大国眼里他就是个秘书 干不好是要被发火的 坦率的说联合国安理会这个决议 且不说最后决定如何 单纯就决意本身就充满了恶意 世俗眼光之下 阿富汗颇为极端的宗教问题和文化隔阂 是的确存在的 然而事情都是曲折向前发展的 不可能一蹴而就 整体上来说 阿富汗这两年是在走上坡路的 自从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 尽管塔利班在一些治理问题上 保留了很浓重的宗教色彩 让周边国家都没有主动与他建交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塔利班已经开始重新建设阿富汗了 重视农业生产 将原本由美军一手操办的毒品种植田 改成了粮食生产 甚至由中国帮忙的首个阿富汗光伏厂 也已经开始运营了 而联合国安理会 在已经远离了战乱的阿富汗 要去派特使 还要否认塔利班的合法性 甚至是否认阿富汗的独立性 却对每天都在进行着杀戮的巴以中逐 庆祝难输的加杀人道主义灾难 使不见 说穿了 这个古特利斯完完全全就是被美国当枪使了 要去阿富汗去挑事 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提到过 阿富汗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具有着非常宝贵的战略价值 一来呢 它是矿产资源丰富 二来 它是地理位置上直接连通了我国新疆地区和中亚地区 这既可以是关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 也可以关乎到我国绕开俄罗斯 重新划出第二条中欧班列 从最近的鸿海事件就可以已经看出苗头 随着技术的进步 海泉正在向路泉添移 这两个事情呢 一方面在拓展我国的海外市场和发展中亚的资源区 另一方面就是推动我国边疆地区的发展和繁荣 这将极大的稳定我国边疆的社会和谐 而美国动不动就造谣我国新疆 制裁我国新疆的棉花 实则就是在打压我国新疆的对外经济 破坏经济发展的势头 进而制造我国的分裂和社会动乱 再进一步来说 阿富汗的稳定也关乎到了我国在中亚的发展战略 他们想弄乱阿富汗 也是在破坏我们中国的国家安全 各位说能答应他们吗 欢迎各位留言讨论 感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